我们在这里炒 连坐在那边 坐在后面 他们都闻得到我们的炒饭的香味 他们就说 哇 你们的炒饭很香 嗨 大家好 我是Eric Yam 我的店名是Mr. Egg BuyRide 我是店的创办人 我的店是在Block 151 Pickshan Street 11 门牌是01195 Coffee Shop是新世纪 这位是我太太 大家好 我是Sally 我是她的太太 也是她的partner 我们Mr. Egg BuyRide 有四个主打炒饭 一个是蛋炒饭 鱼卵炒饭 还有东洋炒饭 跟Hexo炒饭 最创销的是 目前为止 是蛋猪扒炒饭 然后我们也有四种配料 一个是猪扒 跟鸡扒 还有蛋文鱼跟虾仁 我们通常炒这个饭 特别的就是说 放两粒鸡蛋 一盘炒饭 首先我们会把猪扒 炒好的饭 炸猪扒 然后猪扒就放在上面 鸡扒方面我们不可以先煎那个鸡扒 我们通常就会炒到差不多那个饭 我们就把那个鸡扒煎香 然后再放在一起 为什么要选择卖炒饭 其实我和我先生在很早之前 我们是先starting for online 卖炒饭 之后就收到很多的顾客的 feedback 是很好吃 然后也是他们一些推动力 然后让我们有的这个勇气出来炒一炒 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 因为我先生原本的工厂 工厂方面也是开始stop production 所以我们就 我们面临了一些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然就会想到说 在home make里面做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卖季节性的东西 就有卖月饼还有巴掌之类的 因为这些都是我先生的家 家里的遗传下来他们的秘方 so far也是受到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回头顾客 还是在订 你要讲什么炒出来的方式吗 国会很重要 蛋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玉米蛋 所以炒出来很多顾客的feedback 就是觉得说我们的蛋是包在饭里面 滴滴的 就是其实很重要 然后我们最重要的蛋炒饭就是吃到蛋香味 然后炒出来的蛋呢 所以也是要他们够裹配 然后顾客吃起来 那个蛋跟饭比较其实很香 我是觉得是说炒饭最重要的是 粮子要配合的 所谓粮子要配的好就是说 吃每一样东西都要有个配料 蛋炒饭配蛋 然后再配我们的猪扒鸡扒 再配我们特制的辣椒 是绝配的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这里炒 连坐在那边 坐在后面 他们都闻得到我们的炒饭的香味 他们就说哇 你们的炒饭很香 为什么因为炒饭这么多吃 饮食业会不会有很多意思 也有可能是我小的时候 我家里从事这个饮食业的 他们也 我爸爸他从小就 在我们长大之前 他就在那边卖一些种植 卖一些糕品之类的 所以可能是说 小时候看到爸爸做这个饮食业 蛮 觉得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长大之后 我就选择 选择这个FMP的行业 可能是 事业上的一个缘分 所以我觉得饮食业 就是我的根 我的使命 那时候我去苗粉也是因为 想出去看看世界 希望在苗粉尋找一些灵感 所以我在苗粉待了四年 让人家设置点心跟小草 所以在那边待了四年 也拿了四年的经验 不同的一个做饮食业的经验 所以回到新加坡 就开始在创造另一个高峰 所以我就回到来 就在一个酒店里面存在了几年 然后就去一个大的饮食集团 去做那个行政主厨 帮他们开发在印尼啊 马来西亚 还有那个越南 之后我就回到来这个顾问 做这个饮食业的顾问 做了一段日子之后 由我太太的鼓励之下 我才创造这个Mr. Eggfire 来跟我太太两个 其实我们创造这个Mr. Eggfire 真的是有我太太在我身边 我本财会成功啦 来你介绍我在这里是做什么的 其实我太太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忙 因为她又做那个 Marketing的东西 又要帮我雇家里的卫生 又在店里面一直帮我去思考我们的下来的那个流程 还有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啦 第一方面是我们创办这个Mr. Eggfire 这时候困难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店的面积不是很大 然后至于我们要飞货之类的时候 我们都会遇到地方不足啊 然后再加上就是第一次开始做这个Hooker嘛 所以就会遇到很多顾客一些感觉的可能有一些不满很太久啊之类的 这个对我们刚开始这个创业来讲挺压力 因为我每天都会给顾客嘛 因为就是我们的流程还不是很顺畅 所以顾客都会有 feedback 说我等上半个小时啊之类的这些评语啦 可是现在是都过去了 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来给你们介绍 这个是我的徒弟 也是我的Mr. Eggfire来的伙伴 之前他跟我在一个饮食集团里面 他是专门做煮面的 可是我觉得他对吃的蛮有研究也很有心 所以我就带他一起出来创业做这个Mr. Eggfire来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Mr. Eggfire来的炒饭投手 我这个banner呢 其实他很好学 当我跟他讲 要出来做这个炒饭的时候他很有兴趣 因为他讲他之前那方行业 没有什么挑战性 所以他觉得炒饭对他来讲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挑战 也可以带他出来闯一番事业 因为他一直跟我讲想出来做一点小事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 他有肯学的人 所以我就决定带他一起出来做这个炒饭 短短那几个月他真的是 从不大会做炒饭的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炒饭投手 有时我都很放心给他一个人在那边炒 他现在一个人可以炒整天在那边 之前我们开吃的时候 偶尔他会过来看我怎样炒这个炒饭 因为他觉得炒饭 可能他也很喜欢吃炒饭的人 他每次有时跟我出去 他就叫炒饭吃炒饭吃 我讲你不腻里面每天吃炒饭 最开心的就是客户吃了我们的东西 脸蛋微笑还专程走过来给我们一个大猫 对于我们来讲 最开心的还是顾客有再回来给我们 购买我们的炒饭 然后回头客 然后有些还真的是从很远的地方过了 在本狗这些 因为有些是真的是一个星期 吃猪一个星期 每天都吃 有一些客户真的是 我们很感谢他们也耐心的等待我们的食物 就是当开仓龙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为了说好吃 他都跟我说没关系 我愿意等 对对对